早上好 欢迎回到4月23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李宁 今天各报头版新闻都有点不一样 首先是新报给了霹雳州西蒙行政议员和州议员 大阵仗召开记者会力挺霹雳州大臣阿姆法伊莎 并声称有关在WhatsApp流传的录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离间手法 马来报每日新闻头版报道 联邦直辖区部将会需要一笔高达60亿到100亿令吉的资金 收购坐落在吉隆坡核心地段的马来村 也就是甘邦巴鲁 以便打造当地成为现代化的马来城镇 接着新海峡时报的头版是 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提高原住民学生的教育水平依旧是政府的首要议程 新州头版说的是 西蒙执政一年后 通讯部长戈冰鑫接着要做的事情 是让乡区的人民都能享有快捷的网络服务 当局目前正在考量各种最新的网络连接科技 包括在槟城市报的Telegraph无线网络 新的柔佛州议会名单在昨天已经出炉 不过针对前柔州行政议员陈鸿斌的车换 究竟是谁做的决定却出现不一样的说法 当记者问道是不是西蒙的决定呢 首相敦马哈迪说应该是这样 而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也应声道 委任柔州行动党副主席陈正春取代陈鸿斌 是行动党领导层与柔州西蒙高层领袖的决定 他也说陈正春是柔州行动党获得认可的重要领导人 但行动党秘书长陈冠英却另有说法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林冠英指出 楚明陈鸿斌并非行动党的决定 他声称这是柔佛方面的决定 并拒绝说明所谓的柔佛方面 是不是指新任柔州大臣萨鲁丁 你准备好水桶了吗 因为从明天24号起 雪兰儿与吉隆坡577个地区将会面临治水 至少24到86个小时 为什么会大治水呢 雪兰儿水务管理公司在本月10号发现 供电的高压电缆接驳处已经已位 倘若不及时维修 绿水站可能会断电 也有可能引发爆炸 再加上来临的5月和6月将会有许多假期 像是开灾节与学校假期 因此这一次的维修提升工程势在必行 预计有一半受影响地区将会在24小时内逐步获得水供 例如沙亚南 巴达林 鹅马区内等指定地区 若在治水梯件内需要紧急援助或者申请水潮车 可发送短讯或whatsapp寻求帮助 今天的晨报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早晨愉快